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世军老师 这期视频我将会为大家继续来讲解肖邦的第二斜血曲 上一次我们大概能够讲到了整个A部分的结尾 那么在上一期的视频推出出来以后 有很多的网友有问我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谈肖邦夜曲的时候 甚至说很多歌唱性的肖邦的曲子当中 我们都说要做很多Rubato 那么也就是说节奏上要有伸缩 但是我之前有讲开头这个地方 说要打四拍子 而且其实作为老师来讲 我看到同学们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打拍子 但这个有没有冲突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冲突 因为有的音乐是更侧重于它的旋律性 有的音乐是更侧重于它的节奏性或者说结构性 那么像这个曲子的开头 当然它没有什么旋律 基本上都是和弦 所以它一定说要有这个打得非常准的这个四拍的感觉 那么到了这个中段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需要说大家知道有这个一个隐形的四小节一拍的这个结构在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是可以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Rubato 或者是节奏上的深和缩在里面 那么在这里 今天我从最开始的时候 先要讲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右手 这个整个这个旋律线 这个可能是肖邦写的最好听的几个旋律之一了 如果说有一个排名的话 当然这个所有的排名都是很silly的 如果有排名的话 它应该也是不能排在肖邦的这个美丽旋律的前十名的 那么我们看肖邦的这个连线从65小节 然后一直连线 大概可能只有两三次有空 有空着连线 到了81小节有一个空 到了87小节有一个空 到了这个96小节 那么这些空也其实就是在两个音之间 好 那这个连线到底是不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 这个就practical 或者说我们真正能不能连起来这么多 我们说莫扎特时期的连线很少有超过一个小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超过一个小节的话 这个弦乐的这个运功 它就必须要换功法了 它必须要换功了 所以说它的连线真正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你该换功了 我这连线就断开了 那么到了肖邦这 我们说如果这是小提琴的话 那就可能十米长的公子也拉不完 也不够它这么长的旋律线 所以它更多的是一种想象的 我们心里不要把这个旋律断掉 那么另外一层 它怎么可能说有这种连绵起伏的 就像犹他的山脉一样 看他连绵起伏的不断 它其实有一个 它其实隐藏的这么一个招数 或者说是 它就有这么一个神奇的这么一种概念在里面 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一个音又是前一句的结束 又是后一句的开始 就有点像是中国的古文 有的时候它前一句的宾语 又是后一句的主语 所以像这个地方 这个降息它有四次 而且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坚强 所以其实我们走到最上面这个降息 应该是这一句子已经结束了 它又把这个句子从高点拉回来了 一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个曲子非常明显 这边有西西西西西西这是第一层上去 然后下来之后又变成了 那么到最后当然整个这个的一个高潮是 那么到了后面这个地方我们看它突然出了一个八度两个声步 不像之前都是单音 那么到这个八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有一个选择 是更多的有高声步 我们说如果是高声步多一点的话 这个可能更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也可以选择是这个中声步 就是大致 当然这个要看我们在演奏它的这一个时候当时的状态或者当时这个决定 当然它也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如果说第一遍的时候是把上面突出 那么第二遍可能要把下面突出一点 所以说当它到了这种歌唱的旋律的时候还是要做这些Rubato也好 还是做这些表情也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面讲 讲它的中段的A大调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问题 大部分人谈到这都会慢 而肖邦又没有写慢 肖邦上写Sostanuto是让声音长 并不是慢 那么同样的问题在第1作品十之三的练习曲也是 它中间大家都弹快 但是肖邦也没有说要快太多 它就让你有一点motion 让你有一点动力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可能我们要想的是更多的 当然可能慢一点点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它还是要有一个动力往前走 虽然没有没有这么快 但是也不能这么慢 对吧 所以说可能找一个折中的这么一个点 那么像这个地方 那么像这个地方 是一个室内乐吧 可能更多的像是一个弦乐四重奏的这么一种结构 因为它跟之前的比一个旋律 一个伴奏 这个地方是叫counterpoint 它就是对位是多声部的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读谱的话 肖邦是给每个声部有不同的注解的 像这个最开始它这个sosta note写在上面 其实是给右手的上声部高声部 让这个声音延续的长 sota voce是这个小声写在中声部 所以其实肖邦已经有非常浓重的笔画告诉我们 马个声部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弹成 不应该第一次突出中声部 而是突出高声部 而且我们看到所谓的四小节的单位 在这里同样是存在的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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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都是四个 到了这个二百七十七这个地方 左手是挺困难的 它有一个相当于是南高音声部 是一个也要突出出来的 而且它要比右手少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注重把左手的重心调到大指来 而且我一直有讲说 手肘的动作是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的手指的 如果我们手肘稍微抬起来一点 那么很自然的我们都能感觉到更多的力能够到达大指上 而且当我们把左手的左面的三四五指给稍微加空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力也会少一点 所以就不会出现一片 一片而是 当然这个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概念 说我们要通过具体的角度和抬起来多少 每个学生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学生的手指的之间的长度和他的手指与他的小臂长度的这个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你坐在这个琴凳的这个高矮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真的可能每个人达到调到自己最佳的这个角度都是要靠自己的手感来弄的 并不能说我来做一个老师来教给你 我只能说你来体验一下这个往这个方向去试 但是怎么样能够试出来到最佳的这个角度能够最舒服的弹成 是要靠学生自己去体会的 当然这还有一个右手的 这些小音符千万不要不打拍子 很多学生看到小音符就以为像是装饰音一样 就随便弹但是还是有节奏在里面 它更多的是一种音色上的变化 就写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好第二遍的这个开始 我们看小邦又在钟声部的那个声道下面写了一个渐弱 那这个应该说对于一个刚刚学钢琴的孩子来讲会非常的觉得是多余的 因为一个长音他什么都不写也是要渐弱的 或者说他就算写了渐弱还是渐强的一个长音你是没办法改变的 为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小邦让我们第二次把重心放在钟声部 第一次是第二次是 让这个声都多一点 空这个空拍至关重要 它有空拍之后 它能够让我们对下一个进来的旋律有一个期待 如果没有这个空拍那这个意境就没有了 而且这个声都也是非常非常的弱 而且它很长两拍 然后之后就有个slotando 让我们稍微有一点慢 其实这都是小邦 只要他有笔墨在这儿 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有很多的音乐上的内容 等待 主手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经常学生容易犯的错误 因为当然expercivo的这一段非常好听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且前面又是一个像装饰音一样的这种小音符 他们就会把这个跟下一段给完全分开 那么就会说那一小节三个拍 第一拍这个头大的要命 然后后面这个后面两个音就不成比例 所以这个地方就算是这个音要有一点点的拉 拉伸这个长度 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一二三把这个拉回来的感觉 所以要这样弹 那么这里面它整个的结构更是一个弦有四重奏 这个是它的大提琴 而且小邦有写legato 上面是小提琴或者是歌唱的声部 是本身它里面就有个一问一答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这是有一个语气更多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中间这个 其实是很难控制的 因为我们又要让它弱 又让它清晰 而且在弹这个的时候 主要是右手的这个五指还要压住 因为歌唱的这个旋律还不能断 所以可能全曲当中 当然有人会说是可能是中段的这个这个最难 但是我想这个中段的这个很好的把这个四个声部的这个四重奏都给控制好 也是最难的这个部分之一 这个地方呢 左手变成中声部了 好 那么这个呢 我简单讲一下 可能下一期呢 要重点讲这个跑动 这个跑动呢 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是两个声部 它是三个声部吧 但两个声部是主旋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部 而且其实它有一种舞蹈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并不是 它是 其实它是轻巧的 对吧 右手也是 我们不可以把它弹的完全的均匀 或者说像是这种机器一样 这样就非常难听 我们要把它弹的呢 像是这个自然的这种波浪一样 它是在去往上面走的时候 是有一点见强 有一点点见快 往下走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见慢 有一点点见弱 它更多的是一种随着惯性来的 其实这个曲子 尤其是这一段 让我想起舒伯特的记性曲 很多人会弹的就像是这个打字一样 完全是匀的 但是弹成这样 或者说弹成这样才能够更好听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有点超时了 我们先讲到这儿 那么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呢 我将重点为大家讲这一段 跑动上面的技术的解决 和音乐的处理 谢谢大家收听 那么也同时呢 希望有兴趣 把这首曲子的片段 发给我的同学 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的邮箱 通过这个邮箱发给我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在结束整个这一系列的 讲述这个曲子的时候呢 在初一期呢 给大家来专门的来指导一下 或者是来点评一下 有一些有兴趣的这个网友 给我发的视频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